大家应该都听过一个说法 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这个说法呢 从狭义的意义上说啊 是中国人是没有宗教信仰的 所以对于中国的皇帝呢 真正约束他们的是历史的评价 这个是约束他们的 而不是说宗教的道德规范的评价 当然啊 这个角度听着就很惨 合着这个中国的皇帝啊 整个社会大乘文武百官都约束不了他 最后要靠想象中的历史来约束他 结果你也想着想得到啊 就是如果真的要靠历史约束 能约束住吗 那自然是约束不住啊 比如说宋义朝啊 皇权被相对受到一定的约束 但是历史约束的不是啊 是这个文官集团约束的啊 到明朝啊 当皇帝又发明出了新的 统于文官集团的方式啊 你说中国的历史评价 有限制到明朝皇帝的专断吗 其实并没有啊 那么从广义来讲啊 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 其实讲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啊 是说中国人本身 我们这个文明中 没有这个广义的系统化宗教 更多的呢 就是中国人的精神 就要预居在历史之中了 所以中国人的精神呢 与历史是分不开的 宗教嘛 对人的精神所起到的这种 修饰和提升 这种超越性的作用 在中国呢 是由历史来承接的 但我们来想想宗教啊 比如说基督教 对于人的作用 是以这个原罪观为核心啊 这个佛教是以贪嗔痴 这种虚妄的批判 作为核心 所以一般来讲啊 宗教对于人的一种 提升和超越性的作用 总是对人的世俗性和现实性的 某种反思和批判的 基础是这样产生的 那我们来看看啊 就是现在 中国人跟历史的关系是什么啊 比如说B站上的 秦始皇崇拜 比如说历史穿越 小说之中的全谋 和雄霸天下 比如说官方意识形态 对于中国历史这种光辉的 整个的阐述 你觉得这一套像宗教吗 我觉得其实不是很像宗教啊 在我看来呢 这些东西就是很像色情 好大家好啊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审时主查 就是我们吐槽罗振宇文明的系列节目 正如我之前所说啊 我们之前是一期一批 后来改两期一批 那这一期呢 就是三期一批 下一期呢 自然就是四期一批了 所以逐渐啊 我可能不会花这么多时间 在罗振宇的节目之上 但是会保持对他这个节目的关注 所以这一期呢 我们就是批判这三期 这三期呢 就是叫宋辽战争 缠冤之盟和景德镇 主要呢 就是讲宋朝初年和北方辽朝战争 战争中间签订了一个停战协议 缠冤之盟 和岔出去讲讲景德镇 这段历史并不复杂 当然主要还是就这个话题的 来说一说 罗振宇这个节目本身 我对他的一些批评 你看标题啊 你可能会觉得 我特别的言过其实 我把他这个叫做色情历史学嘛 你会觉得我是不是 为了批评罗振宇口不择言 就我想把他说的特别不堪 而且反过来你一想啊 就罗振宇的节目里面 其实讲的都是一些蛮崇高 很严肃的东西 比如说文明的发展啊 中国历史的厚重啊 中国人在历史中的纠缠 和他的努力啊 这些东西听上去都很崇高 为什么会色情呢 但我觉得其实恰恰色情点 就在这里啊 因为这里面呈现出来的 那种权力意志呀 征服呀 支配呀 文明的优越感啊 正是这种厚重与严肃 其实才让人深深的 着迷与痴狂 这种着迷与痴狂啊 就是这种色情的特征 这个其实对于希特勒 整个艺术和历史产说的批判 早就有人将它 与色情连接到一起了 比如说希特勒时期 著名的这个纪录片啊 意志的胜利 很多人就认为呢 意志的胜利的手法 根本就是色情电影的手法 它所产生的这个心理冲动 就是一种色情的冲动 那么帕索里尼的这个 索德玛的120天 其实也是将这种权力意志 道德 优越感 崇高 严肃 与色情建立联系 所批判的这么一点 所以说 我说这是色情历史学啊 绝对不是我口不择言 一会我们继续往下看 你还能看到一个更深的 一个点 为什么呢 这个其实是一种色情 那我就来说说啊 我们怎么会 我们怎么去理解色情 就比如说 我们如何不把porn 称作电影 这个之前 我在批评中国 现在的短网剧的时候 已经批评过了 我说中国现在短网剧啊 其实就是色情片 它不是真正的剧 也不是电影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电视剧 还是电影 甚至是小说啊 它其实的核心是storytelling 对吧 不管你要包括 什么样的内容啊 价值在其中 它的关键点 你要讲出一个 相对来讲 有一点点逻辑的故事 但是porn是什么呢 porn本身是没有storytelling的价值的 porn本身并不需要 一个逻辑完整的故事 它本身可以非常之力破碎 可以前后矛盾 可以完完全全 不保证 这个故事本身的融贯性 这个故事本身 只是为了衬托出 这里面刺激人的 不同的方面 所以它刺激人的方面 可以完全是前后颠倒的 可以是矛盾的 这个呢 就是色情的特征 所以罗振宇这个节目啊 中国历史在里面的线索 也并不融贯 而只是作为一个浅浅的背景 其中融合了大量 互相矛盾的刺激点 我就给大家梳理梳理啊 我就只梳理 这三期节目里面 互相矛盾的刺激点有多少 你就能知道 为什么我说 这是一种色情历史学了 比如说 在一期节目之中啊 罗振宇给这个节目 上了一个特别大的价值 他讲到了文明与反战 他说 宋朝为什么不去收复 幽云十六周 而是选择以辽朝义和呢 我这里面很多引用的都是原话 他这里面讲 普通老百姓 是将侵略者赶出家园 继续自己的生活 还是要追击敌人 满足皇帝开疆拓土的雄心呢 这里面就讲 为什么宋朝 这个时候选择以辽朝义和呢 就是因为宋朝的文明 经过了一种道德的回归 这个道德回归之后 普通老百姓 可以在里面去满足 他们自己的生活需要 而不是帝皇开疆拓土的雄心 听上去是不是 挺好的对吧 这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情怀 但是呢 就在同样一期节目之前啊 他有讲 我们农耕民族 对游牧民族 由离群扫血 直倒王庭的 彻底对草原民族的胜利 这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资产 我们不管什么情况 都能驱除达鲁 把外敌赶出去 厉害就在这里 这个能 你能 召唤来自于历史深处 它永远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场域里回响 我们要从历史的民族记忆深处 把力量调取和激活出来 这里讲的是啊 西汉一朝未清获取病 远征匈奴 他认为 这种军事征服的胜利 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之惨 是埋在我们民族记忆里的 回响 我就不说他里面 有一段巨山情的 说宋真宗去到前县啊 督促士兵 御驾清真啊 几十万人 热泪盈眶 高喊皇帝万岁的场景 对我就不说那具体 特别肉麻的一段啊 就这一段跟前面文明反战啊 形成截然的反差 其实我听到这一段 罗正宜讲这段的时候 我一点没有上纲上下 我认为这段是很严重的 为什么我认为这段很严重呢 我给大家引别的话 戈佩尔在战前关于 德意志重建时的演讲说到 我们德意志民族 具有无欲伦比的勇气 和坚忍不拔的精神 这是我们日耳曼祖先流传下的 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的 是征服和胜利的基因 戈佩尔在战争中期的 意思动员讲到啊 回顾我们伟大的历史 从条顿森林到现在 热尔曼民族始终是战斗的化身 是力量和勇气的象征 所以说 罗志宇在前面讲到什么 魏清霍续病 中国在西汉征服匈奴 是我们民族身处的 什么力量源泉 要召唤这样的力量 我听到就觉得 纯军国主义啊 所以说 在最开始 炫扬的民本主义精神 和中间炫扬的军国主义精神 是根本矛盾的 当然啊 我才一定有人听到 这个觉得不矛盾啊 也就是说 我们具有打胜仗的力量 不代表我们是军国主义 对吧 现在不是有一个流行词吗 叫做我们 不惹事也不怕事 但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历史之上 所有军国主义国家 打的侵略战争 都是自卫战争 从毕斯麦到希特勒 到之后 到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战争 他怎么说 反击战争啊 是因为北约东扩啊 所以如果我们不打乌克兰 乌克兰肯定马上就要打我们 这是一种积极防御策略 历史之上 所有军国主义都说自己 不惹事也不怕事 积极防御 所以这个东西并不容管啊 这是第一点 你看 就是在这里面的 军国主义和民本主义 就还在17节目里面前后 根本就是矛盾的 第二个矛盾啊 就是罗正宇对于历史引用方法的矛盾 好 在这里面呢 为了体现出宋真宗的伟大 因为在这个宋史之中啊 把宋真宗描绘成一个 很胆小的形象 就是他不敢上前线 是扣准和其他人逼着他上前线的 他就说啊 历史叙事就是讲故事 在一个精彩的故事里面啊 只好把宋真宗写成配角和胆小鬼 但是你想 在真实的历史场景里 皇帝是配角吗 肯定是主角 然后呢 他就说我要还原历史现场 他说 皇帝要体会的因素太多了 不能像扣准一样慷慨激昂 他必须持重 谨慎如履薄冰 他考虑的因素非常多 非常微妙 非常隐晦 甚至不足为外人道 怎么样 有没有呈现出一种中国帝王啊 这种铁尖单道义 这种深谋远虑的形象在其中 爽不爽啊 如果你有帝王崇拜的人 读到这里当然很爽 而且读到这里 罗神宇告诉你啊 历史叙事是不能够相信的 历史为了完成叙事 里面很多细节是编的 但是 就在同一些节目里面啊 为了体现出中国的人的技术之发达 他又采用了 在与这个辽军对峙之中 我们在几百米以外 用床子的一箭射穿 辽军统帅头颅的这么一个故事 好 到这里 为了体现中国技术的发达呢 历史的细节呢 又都是真的了 所以 为了体现出宋真宗的伟大 宋史里面都是假的 为了体现出中国技术的发达呢 宋史里面就都是真的了 好 还有很多呢 他在里面 为了给谭渊之盟来辩护 他说这个谭渊之盟 为什么好呢 就是因为谭渊之盟体现出一种 可以计算 可以算计的战争 所以战争背后是有理性逻辑的 一算 谭渊之盟啊 其实给当时的中国和宋朝 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好处 所以他在他看来啊 这是中国历史的一次巨大进步 当这种理性的算计 能够成为我们对战争考虑的一个环节 文明呢就进步了 但大家一想啊 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南京条约和清末期签的条约也可以算啊 因为南京条约直接签了之后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 就中国当时海关完全被英国人贺德和之后的洋人控制 但实际上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超级巨量的关税收入 清朝末年之所以能搞出北洋舰队 离开这些关税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清末期的财政完全靠这个关税顶着啊 靠海关关税顶着 所以这么一想 其实这个中国清末中期这些 如果靠算计来讲 是不是也能说 这个南京条约啊 跟那个禅渊之盟一样 听上去不好 但实际上对中国很有好处呢 能不能这么说 罗振宇肯定不敢 所以罗振宇就在说算计之后 立马给自己叠假 他说当然 不是所有的战争都可以算账的 战争很复杂 有理性算计的一面 也仅仅是一面 为什么南京条约不能算呢 因为近代史有历史虚无主义吧 就在构成 就中国现在这个政权的统治合法性之上啊 近代的这个外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就一定要从清中叶 受到列强的这个屈辱开始 你这么一瓦解 说一算对我们有利 这个屈辱史被瓦解掉了 这就是彻彻底底的历史虚无主义啊 所以你看他既要说一算账 你看这常人之盟挺好 又要反过来呢 怕触碰到这个政策的红线啊 说不是所有战争都可以算 那我就要道道问问了 那像南京条约之后 这么大的好处都不能算 那到底什么战争能算 什么战争不能算呢 对吧 当然这里面还有别的矛盾 就是中国大一统的矛盾 和抵御外伍的矛盾 在前面说到这个宋军抵抗辽军啊 这个东西呢就构造成 这是抵御外伍驱除达鲁 但是呢 说到禅渊之盟的建立啊 又说到啊 要感谢宋辽双方啊 他们都是中国人的祖先 不是抵御外伍驱除达鲁吗 怎么辽朝又变成中国人祖先了呢 当然啊 在现在我们的大一统叙事之中 不光辽朝人是中国人的祖先 蒙古人也是我们的祖先 清朝满洲人也是我们的祖先 所以说要获得无庸爽感的时候 这些少数民族啊 是达鲁 是要被驱逐的 要获得大一统爽感的时候呢 他们就都变成了中国人的祖先 这里面的这种东西非常非常多啊 包括呢 还有这个皇权跟平民的对立 我就不多说了 这里面也有很多很多 好 为了爽啊 这里面不光有这种前后矛盾的叙事 为了爽呢 这里面还有这个精神胜利法 就禅渊之盟啊 是中国跟辽朝签的一个和平协定 这个和平协定呢 归算双方不再开展战争 而北宋呢 要每年给辽朝这个纳贡 就贡献这个穗币 从这个结构上来看 当然是宋朝吃亏了 因为你是每年要给钱的一个嘛 但是呢 在罗振领的这个计算之下 这个残缘之盟好啊 为什么好呢 你看啊 宋朝每年虽然看上去 要给这个辽朝进贡这个穗币 但是战争一停啊 开展了边茂 边茂赚的钱 比这个穗币多得多 所以里里外外一算 其实我们还赚了钱 第二 辽朝不打我们了 虽然他们站住了幽云十六州 但是由于不开仗 就像是辽朝 把我们守住的北方边境一样 北方其他民族如果要进攻 我们就要先要进攻辽朝 所以我们每年花这么一笔钱啊 相当于获得了一个边防军队 还比我们自己一样 死的还不是我们自己人 你说爽不爽 第三条啊 通过给辽朝钱 实际上在长期塑造对方的行为模式 塑造对方跟宋朝和好的行为模式 你说这厉不厉害 但我一听到这我就觉得 如果这个合理的话 如果我被人勒索啊 我一直给他付这个勒索金 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 我一直给他付勒索金 其实是在长期塑造他的行为模式呢 你看成功的 他想勒索的一事 他都做不出来了 我靠给他钱 成功的限制和压制了他勒索的行为 我觉得这真的是终极的这个精神胜利法 所以你看他就反驳 很多人说禅院之盟是这个城下之盟 他说不是 就他这么一看啊 这个禅院之盟既赚钱 又培养边防军 还控制了对方的行为 这么看起来真是三赢 还不是双赢了 这是赢到爽 那实际上如果我们严肃的来说啊 就禅院之盟对于北宋的影响 实际上是什么 他是阻止了北宋 收复幽云十六州的步伐 但如果你无法收复幽云十六州 那中原王朝对于北方少数民族 就一直处在这个危险之中啊 这个是其实真正战略上的问题啊 因此其实在禅院之盟打这一仗之前 宋朝是一直维持北伐的 虽然不成功 所以禅院之盟这一次 其实是阻挡了宋宋一朝 继续北伐的路径啊 从这个角度讲 他的问题在这儿 其中还有一点啊 就是个色情史学啊 罗振宇的捍卫者总是在说 包括之前我批评罗振宇的 这个节目下面为他捍卫者 说的最多的就是 你根本不懂 我们罗振宇老师啊 做的是还原历史的现场 我们要用历史人的眼光去看待事物 所以你的这些批判 都不是从历史的眼光去看待事物 但他真的在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吗 比如说他在禅院之盟中 他模拟一个辽巢使者的身份 他说啊 辽巢使者心里怎么想呢 辽巢使者在想这个土地先战原则 在强调这个战争的侵略和防御原则 我就觉得在他的叙述之中啊 这哪是古人啊 这就是梅特捏嘛 这是19世纪梅特捏这个维也纳席 条约之后才有的国际秩序准则 所以说他的很多叙述 实际上都是我们今天人能够感受到的重要性和正义性 而不是古代人的 当然啊 他所谓的还原历史 也有很多异乡情愿的部分 他在还原当时宋朝想逃到南京 就是辽朝进宫 这个宋朝想逃到南京和成都 他说当时为什么想逃到南京和成都呢 因为他们墨守成规 这是五代和之前 人们遇到北方民族侵略 他们就想往南京和成都跑 比如说 为什么他们要去成都呢 就是安始之乱 唐朝不就逼往成都吗 所以他想体现出来就是 这些人是英雄守旧 而扣准这批这批人呢 是具有这个历史的创新精神 但我总觉得啊 他把这个古人想的可真傻 这个唐朝怎么逼到成都呢 是因为唐朝所在在长安吧 长安你要往内退 你总不能往中原这里退吧 那你经过汉中不就是进蜀地 就进成都了吗 所以说 但北宋的守族在变凉 从河南进成都 和从这个长安去成都 这个南异成都 根本不是同日而语的 所以北宋人不傻啊 所以那你说北宋人 为什么要去成都和南京呢 很简单 南京有长江天险 成都北有秦里天险 东有乌山天险 所以这两个地方 对于中原王朝 都是能够依据自然条件 守备的地区啊 我觉得跟英雄守旧 关系实在是不大 所以这种历史还原是比较这个异乡情愿的 还有啊 就罗振云老师 生怕你无法得到那个爽点 所以他怎么说呢 在他说到宋朝防御优势的时候 他原话说这是基建狂魔 也说这是技术优势 在景德镇那期啊 谈到景德镇创新的时候 他直接讲这个与今天新能源汽车创新的优势 还在里面说 我们的祖先从义务所有开始闯荡市场 遇神杀神 遇佛杀佛 在里面去比喻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时候 他说农耕文明就是日本的那种匠人精神 做这个寿司 而这个工业文明呢 就是低价 义德 大规模 所以说 整个这部分还生怕你爽不到 他的视角跟今天的直接关联 全部帮你提炼出来 保持你能爽到 这种方式用基建狂魔的想法去想象宋朝当时 用新能源汽车的创新去想象景德镇的所谓工业文明 这是哪门子的还原历史现场 还原历史人的想法 这不就是让今天的人爽到吗 对吧 还有 罗正宇在节目里讲 为什么我们要还原历史现场呢 是为了 第一 如果我们不还原历史现场啊 我们对历史人的指责就是轻率的 第二 我们对他们的勇气是没有足够尊重的 哎呀 我就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我们不能还原历史现场的原因是 我们就没有发现中国历史中的重大缺陷呢 所以 合着还原历史现场 是为了不要错怪他们 和发现他的勇气 所以还原历史现场是为了发现中国历史可真好呀 高唱中国历史光明论是吧 所以总的来说 你看他所谓的还原历史现场 是不是真的还原历史现场 以及目的是什么呢 在我看来啊 其实他并不想还原历史现场啊 他为了怕你爽不到 他还要把今天的视角 用什么激见狂猛这些词 就在节目里面讲啊 而且还原历史上 有时候也是个高唱历史光明论 当然啊 严肃的来说 有没有还原历史现场 就是几乎是没有啊 就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个事情是真的啊 这个我们在这个历史节目里面 Podcast已经详细讲过了 这个我没有办法在这里 从头论述一遍 为什么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这个我就不在这里细说了 未来有机会我们再说 所以说这个色情历史啊 或者是色情历史学 本身其实就是一个 很严肃的 也时常被批判的话题 尼采有一本书啊 叫这个历史的 物用与滥用 在历史的物用与滥用之中呢 尼采要批判了两种历史观 是它核心批判的 一种叫做纪念性的历史 就是monumental history monumental history讲的呢 就是我们认为历史的伟大 和历史经验 可以在新时期的复制 就行动里面节目讲到 锦德镇的创新 与今天新年远记者的创新 宋朝的基建狂魔 与今天的基建狂魔 这个 包括卫星与霍续病 抵御外伍 和军事的胜利 与今天我们可以设想的军事胜利 这个呢 就叫做纪念性的历史 这种纪念历史呢 就是一种典型的历史物用 它提供的呢 就只是快感与爽感 第二种呢 叫古物学的历史啊 就antiquarian history antiquarian history呢 就是注重过去的细节 强调传统与继承的连续性 就像罗斯宇的节目里的原话 每个中国人都是漫长的 不间断的历史过程的一部分 以及啊 我们经常听到啊 中华文明是全球唯一 没有中断的文明 这两种方法 其实提供的都是爽感 而不是事实 就是antiquarian history 古物学的历史 因此啊 一般来讲 我们做历史研究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有是纯科学的面向 以这个考古学和文献学 就是了 精确的从事实层面上 不是从叙事层面上啊 他根本不考虑叙事 他从事实层面上去还原历史 那第二种历史阐释学 是我们呢 要发现历史中的一些意义和价值 那第三种当然就是批判史学了 批判史学 我们从历史学 就是所谓的历史 都是当代史 其中很重要就是批判史学 因此 我们面对中国古典历史 更重要的是去做 批判 能够召见我们当今世界的问题 这个才是历史学 真正的使用方式啊 而这种高唱历史光明论 其实呢 在我看来 就是这个色情历史学 所以这三期节目里面啊 就是使用大量前后矛盾 互相抵触 RQ精神 变着法的夸中国 来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爽点 这爽点 我帮大家总结一下啊 第一个是扣准 这个大臣 扣准呢 在节目里面是一个典型的英雄人物 反英雄叙事 他性格很差 能断大事 但是不尽人情 决断力非常强 谈笑丰盛 逼着皇帝去前线 形成了一代名将 这个形成了我们所希望的一种 现代性的 反英雄叙事的爽感 第二 宋真宗里面也提到了 皇帝的远见和责任 他的考虑的因素 微妙 隐晦 不足为外人道 帝王崇拜 第三 宋朝为何能抵御辽潮呢 扶原辽阔 经济优势 技术优势 人口众多 规模效应 你听也听得出来啊 就是在隐喻当下的中国嘛 景德镇 颠覆性创新 工业文明的关键 靠工业文明的颠覆性创新 掌握市场 说的是中国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啊 民本主义啊 中华文明推陈出新啊 不服于皇帝的意志 而服于人民的生活 民本主义的爽感 军国主义的爽感啊 通过这个卫性和活血病 找到埋藏在历史深处的民族力量 中华大一统啊 宋 辽 和睦 谈原之盟 都是中国文化历史的一部分 中国在条约中得到的好处 这种现实主义的爽感 就是你看 看似是城下之盟 但实际既赚了钱 又得到了边防部队 又控制了他人的行为 靠这个谈原之盟里面 碎壁的方式啊 看上去是亏了 实际上呢 你在慢慢同化改变和影响他人 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算计的爽感 这可能还不是完全的总结啊 你看啊 看三期节目 这么多爽点 所以说这只是标准的色情历史学 Anyway 如果我们要比较严肃的看待宋的历史 有什么严肃的看法呢 这根本不需要我的看法 宋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向 我们在历史学上把它称为 唐宋变革论 如果大家对唐宋变革论 真的有 想去看啊 余英时大事的 朱熹的历史世界 博文利的权力关系 包庇德的斯文 这些呢 都是在讲这个唐宋变革论的核心 其实唐宋变革论是一场 中国皇权和社会模式的基本转变 这个转变来为两点啊 中国从军事实权社会 从军事阶级 占领实权的社会 像文官社会的转向 这是第一点 第二 中国从一个门阀大族社会 像平民社会的转向 在这个转向过程中呢 其实都形成了皇权对于朝廷 和皇权对于社会控制的真空 正是因为皇权无法像过去一样 通过军事阶层 和通过这个门阀大族 实现对于这个权力秩序的完整 控制 形成了中国 不管是社会和文化的一个发达时代 因此 其实这个东西不是新鲜东西啊 在过去我们提宋一朝的时候啊 宋一朝是我们过去用来做 中国古典皇权专制批判的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象征 我们来挖掘宋一朝 就是来挖掘中国古典皇权专制是什么样 以及控制皇权专制 在文化上和社会秩序上 治理上的一些优势 但我就问你 你觉得这点 罗春明敢不敢讲 能不能讲 当然不敢讲了 你很用紧德证来隐喻中国当前新能源汽车 但你绝对不敢使用 中国古典皇权专制批判 来产生隐喻现代专制批判的这一点嘛 所以说真正宋朝的问题意识 就是这个唐宋变革论里面的关键 其实罗振宇是不敢讲的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啊 这个文明系列节目必然成为色情历史学 这是他唯一的归宿 就是因为以下几点 第一 这个罗振宇会不会一定要讨好他的受众 他这个节目一定是讨好受众的 而中国人现在的受众 本身对于历史就有很多矛盾的想法 比如现在中国民众在这个官方历史的教育之下 他既喜欢听皇权崇拜 他又喜欢听平民主义 对吧 他既喜欢听这种阴谋算计的实用主义 他又关注这种道德叙事 追求这种光辉崇高伟大 他既喜欢军国主义 觉得这个军国主义啊 泛我强悍虽远避诸很爽 又想保全一种现代的经济生活 也就是说 罗振宇的受众 就是现在的中国主流民众 就是一种非常矛盾的意识形态体 当然 现代性的核心就是矛盾啊 这可能不仅是中国的问题 因此 如果你做一个历史节目 你想谁都不得罪 对你的受众没有任何挑战性 只让他们觉得好好好 爽爽爽 那就一定会做成一个支离破碎的 前后矛盾的 内在逻辑完全没有融贯性的节目 但是爽点非常多的节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真正重要的问题 他敢不敢碰 他不敢碰 比如说 他说啊 我们通过这个历史条约算计的方式 能翻转一个视角 来看待很多对外战争的妥协 其实是有好处的 你别说 这个点有没有道理 当然不是什么新鲜点 有道理 但他敢不敢贯彻 他不敢贯彻 他碰到南京条约马观条约 他绝对不敢贯彻 对吧 因为跟现在的这个近代屈辱历史所抵触 他不敢贯彻 第二 宋朝一朝啊 遏制藩政割据带来对皇权的削弱 而皇权的削弱呢 恰恰是这个社会本身和文化的发达 他敢不敢讲 他不敢讲 因为呢 他在国内做节目 他又不敢碰 所以说 你一方面 想讨好受众 一方面 重要的历史insight 你都不敢碰 你也不敢严格的贯彻 那这个节目最后怎么样呢 最后留下的呢 当然就是一些 所谓的还原历史 这种层次烂调 和色情历史学 所以基本就是这样 因此当我们看待历史的时候啊 或者我们看待任何一个历史节目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啊 里边有如此有多爽点的时候 你应该就能知道啊 这绝对不是任何颜色的东西啊 这就是一种色情历史 当然我觉得其实 中国史是大显学啊 中国史简直汗牛冲动 对中国史的研究 如果你真的对宋史感兴趣 像我刚才讲的那个 就唐宋变革论里面这些作品 有的是值得去看的内容 实在不值得去看这样的东西 但好像大家还蛮喜欢 我做这个文明吐槽节目的 所以我会把这个周期拉得越来越长 下一次呢 就是我们一月一次啊 四期吐槽了 好 那我们这期这个文明吐槽节目 就到这里结束啊 当然我们这个频道 像我说的 有多的多的更重要的节目啊 包括这个 我们将改革开放历史的节目啊 老中世界巨媚的节目 下一期我就来巨媚 这个中华文化的优越论啊 大家还有这个经济连续剧啊 因为今年这个经济情况 确实很值得解读 包括这个透明茶室 Lucent Tea House 是我们weekdays都有的一个 新闻实施评论的节目 节目量真的相当大 就是其实在我们这个频道里面都有 欢迎你关注这个频道 去看有多解答节目 那我一个人可以做这么多 这还没有到呢 我还有podcast 还有文章 还有newsletter 量太大 我一个人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了 其中呢 跟大家的这个donate分不开的 就是给大家的支持 我才可以心无旁骛的专注 在所有这些事情之上 为大家提供多种的信息和真实的服务 如果你也希望赞助我的创作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这个赞助的链接 好 欢迎大家这个点赞 关注 转发这个节目给你的朋友 然后我们下期审视书 节目再见 大家的感觉相信 也感谢分享你的消息